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投资促进局局长金太恒日监表示, 近年韩国政府从投资补助、税负减免到高级人才签证, 通过更具竞争力的补助与人才制度, 全方位检视投资环境、锁定半导体、AI与智慧制造等产业。 金太恒表示,韩国常年政策都围绕三个原则, 一是厨房桌经济,优先照顾劳工与低收入家庭。 二是维持主权信用与国际平等,以持续吸引外资。 三是强化产业竞争力,在缺乏天然资源的前提下, 以制造与技术优势立足全球。 韩国自2024年起将投资补助规模达高到约14亿美元, 对被列为新增长动能与国家战略技术的产业。 补助上限可有总投资额的40%至50%提高到55%, 同时提供企业所得税与雇佣税减免。 外籍专业人才最多可享十年五成工资税减免, 再叠加地方税优惠,形成税加现金加融资组合。 更关键的是,AI已被正式认定为国家战略技术, 相关投资案除补助之外, 在研发与资本支出上还可享较高比例税额抵减, 等于在资金与税付两端同步加码。 在人力布局上,韩国一方面通过政策培养本地人才, 选定包括先进半导体在内的十二大国家战略技术领域, 预计2025年投入于1.7兆韩元科研预算。 另一方面,综绑高阶科技人才签证与工作规范, 对掌握关键技术的外籍工程师与研究员提供较长拘留与税付优惠, 鼓励企业以专案加团队形势整批引进。 与此同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统计, 1月至11月韩国出口总额达6402亿美元, 同比增长2.9%,为同期历史最高水平。 此前的同期记录是2022年的6287亿美元。 韩国政府预计, 今年全年出口额将首次超过7000亿美元。 然而,尽管半导体行业正处于全行业超级周期并持续受益, 但受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以及钢铁、石化、二次电池等多个行业增长放缓影响, 踢除半导体后的出口额预计将出现萎缩。 1月至11月, 韩国踢除半导体后的出口额为4876亿美元, 同比下降1.5%。 据行业消息人士日前透露, 三星电子预计将在第四季度以营收季重返全球DRAM市场第一的宝座, 超越本土竞争对手SK海力市。 消息人士表示, 这家韩国科技巨头预计在10月至12月期间实现超过18兆韩元, 约合122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超出市场预期。 负责三星半导体业务的器件解决方案部门, 预计将贡献15.1兆韩元的营业利润,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22%。 凭借这一超出预期的盈利表现, 三星有望在第四季度全球DRAM供应商营收排名中位居第一, 将SK海力市挤至第二位。 三星曾连续33年占据DRAM市场领先地位, 但在今年第一季度, 由于其在HBM晶片领域的竞争中落后于对手, 首次被SK海力市超越。 另外,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与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 12月下旬在三星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半导体工厂会面。 此次会面凸显了两家公司日益深化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时, 正值这家韩国晶片制造商准备在美国启动先进晶片生产, 并努力稳定特斯拉下一代处理器制造良率的关键阶段。 据报道, 此次会面地点位于三星在德州泰勒市建设的晶圆代工厂。 这座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设施计划于2025年投产, 是三星扩大其在美国代工业务版图的核心战略项目。 随着工厂投产临近, 此次访问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合同谈判阶段转向生产层面的直接协调。 报道称, 三星与特斯拉高管共同巡视了生产线, 并就良率优化及未来技术合作进行了讨论。 据报道, 马斯克已提出在泰勒工厂内设立特斯拉专属工作区, 以便特斯拉工程师能在晶片制造过程中驻厂参与。 此类安排对于晶圆代工客户而言实属罕见的深度参与, 也反映了特斯拉为确保稳定, 基于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所做的努力。 泰勒工厂距离特斯拉奥斯汀总部约45分钟车程, 这使得双方在晶片设计、工厂设置、封装及早期量产阶段能够进行频繁的互动。 此前, 三星已于2025年7月获得一份价值165亿美元的合同, 将为特斯拉生产下一代AI6晶片。 更早之前, 三星还获得了用于自动驾驶系统的AI5晶片订单。 这份AI6晶片合同挑战了外界关于台积电将独家生产特斯拉最先进晶片的预期。 随着生产时间表日益紧迫, 三星正在美国加速招聘, 以应对代工行业最持久的挑战之一良率稳定。 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已开始在圣河赛招募资深客户工程专家, 寻求拥有超过15年行业经验的工程师。 客户工程师主要负责解决量产前出现的技术问题, 并优化制造流程。 对于泰勒工厂而言, 他们的角色至关重要。 三星希望该工厂投产后, 能迅速为特斯拉及其他主要客户稳定产出。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 泰勒工厂的建设进度已达93.6%, 计划于2026年7月竣工。 三星计划初期在该厂部署更成熟, 更容易稳定的4奈米制程, 随后将把其在韩国开发的2奈米制造技术转移至美国工厂。 三星一直在努力提升其最先进制程技术的良率。 行业估计, 其2奈米制程的良率目前大约在55%至60%之间, 这得益于该公司从3奈米制程开始, 率先采用全环绕炸集电晶体GAA技术。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测, 三星的2奈米产能将从2025年约每月8000片晶圆, 增长至2026年底的每月约21000片晶圆。 这一努力正值部分晶片设计公司寻求减少对台积电依赖之际。 由于营运成本较高, 预计台积电将于2025年提高其亚利桑那州工厂4奈米制程的价格, 而其3奈米产线产能已基本受庆。 业内普遍认为, 其早期2奈米产能已被苹果公司预定。 除特斯拉外, 还包括美国及亚洲的AI晶片初创公司, 三星正试图以更灵活的定价策略和更广泛的客户群来抓住这一市场机遇。 尽管三星付出了诸多努力, 但台积电仍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Counterpoint Research估计, 2025年第二季度, 台积电的市场份额约为71%, 而三星约为8%。 虽然差距仍然巨大, 但分析人士指出, 获得特斯拉这样的大客户并稳定泰勒工厂的良率, 可能成为三星的一个转折点。 行业高管预计, 三星的美国代工业务将在2027年左右达到有意义的产能利用率, 届时该业务可能恢复盈利, 并加速挑战市场领导者。 半导体行业消息人士称, 建立一支能够快速响应的本地技术团队, 对于缩小与台积电在服务支持方面的差距至关重要。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